歡迎觀眾朋友再度回到節目當中 在上一段節目裡 其實我們提到說我們長青春目前他的一些生活的狀況 那其實村長他們夫妻很可愛喔 因為坐在這邊老人家都是沒有血緣關係 但是他卻把他當成自己的公公婆婆一樣來侍奉他們這樣 所以你就戲稱說自己是長青春的長熙嘛 對不對 剛剛我們王大哥有提到啊 那這十幾年下來喔 我們村長你們夫妻跟那個老人家互動 有沒有什麼印象中最難忘的事情 我想非常非常多 因為我也生活在裡面 你也是住在那裡 雖然我自己有房子有家 可是因為他隨時都有狀況可能發生 有時候在半夜有時候在清晨有時候隨時都 所以我看了這些老人家從921的傷痛 然後慢慢他恢復他身心靈狀況 太多了跟老人家的回憶太多了 有沒有印象中最有趣的事情 不是常常說老人小孩生老人小孩生嗎 有些什麼老人家的反應是讓你覺得很壓抑 怎麼會這麼好笑的 太多了 我記得早期有 我們那時候真的 大概人最多說八九十個阿公媽生活在那裡 原住民外省人本省人客棧都有 有一次我晚上在園區走的時候 有一戶很大聲 我就聽了一個外省阿公跟一個本省阿公 兩個講話都很大聲 我以為他們在吵架 然後我就聽之後 我還拉我們一個工作人員來聽 我們在外面笑到不行 為什麼 同時聽到那個外省阿公就在講 他怎麼從大陸輾轉到台灣 打日本打共會打到台灣 同時你會聽到那個台灣阿公 在講抱怨他的孫子 他的媳婦 所以是基同鴨獎的意思嗎 答回所問 我常常講說一國兩制 各自表述 後來我發現他不在乎對方聽不聽得懂 他只是有伴的感覺 那很好玩 其實我們的 不過我早期也常常被老人家騙 老人家可能跟我講什麼 就很熱心去做 後來有一個阿公跟我講說 船廳我跟妳講 妳不知道嗎 10個老人高要豪小 聽不叫嘎記 老人不叫簡歷 有正訊靈語我怎麼沒聽過 老人跟我講 10個老人9個騙 我發現真的 因為老人家太厲害了 他沒有豐富的生命經驗 他取得你的資源 取得你的同情的時候 所以我常常講做三四要有智慧 真的 真的 不要濫用你的同情心 對 那你被騙 王爪常常跟我講說 你不要住餓都不知道 所以真的 也是這10幾年來 我從座中去學習 那因為我們兩個 尚無父母 下我子女 所以我們更能體會 老無老以及人之老 又無又一直老 人之又這個 這個話 但在長青春 其實我很感恩 對 我沒有父母 可是我擁有這麼多的 雖然有時候讓我很生氣的父母 哈哈 會 會 常常早期 我為了老人家吵架 我會起到要死 人非聖賢 畢竟都還是有情緒 而且更何況是 因為我們他們來自各個地方 我們又不熟悉 而且每個的 個性啊 什麼都不一樣 環境也都不同 早期我曾經會為老人家吵架 起到要死 他就跟我說 你要開心 你不要想起 你要開心 我怎麼開心 起到要死 我每天有他們 早上要死 一百元就完結 我怎麼會 他說 老人完結 表示他身體要很好 他有體力 換個角度想 對 你看躺在那邊的 他怎麼可能會跟人家吵架 想想也對 但是不要太過分的範圍下 我們容許 吵架其實也是個溝通方式 促進情感 對 那王大哥 這樣子說起來 你還蠻樂觀的 對不對 其實如果說 有什麼記憶比較深刻的事情 對啊 倒不如說 我有什麼感觸 感觸 因為在長期中 我看到生命的價值 跟他最後那緊緊的尊嚴 是不是需要這個社會 重新去思考 對 因為你們畢竟身在其中 對 那另外一個感覺是說 今天可能你見到這個老人 明天可能你就見不到了 比較殘酷的一面 對 所以比較會去思考到 目前的狀況是不是應該有一些新的思考對於老化社會的一個新的一個想像 而不再是用原來的那個所謂的社會照顧的那種模式 對 叫傳統的思維來思考這個層面 難道大家聚集在一起生活 難道大家聚集在一起生活就叫機構嗎 所以說長青春他提供了一個所謂的開源絕流 對 所謂的老人所用 所謂的勾用就好 其實對老化社會這一個新的模式的一個思考 然後他重新反思他要不要去依賴政府 要不要去依賴社會 甚至依賴家庭 同年年的老人家住在一起 是不是應該是比較快樂的 對啊 因為他們畢竟有可以同樣年紀說話的 不然他說什麼大家彼此聽得懂啊 所以長青春其實他還是在做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是非常值得的一個實驗 對 所以同樣也一併回到原來的最起先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還會在這邊停留 對 因為我們發現除了做生意賺錢以外 原來還有這麼好玩的事情 我們可以做 更值得我們去做對不對 我們可以做 那這個好玩當然付出是非常的慘痛 而且應該心路歷程是蠻辛苦的坦白說 但是這個慘痛跟辛苦呢 還好我們熬得過來 就跟他玩嘛 所以我就說王大哥非常的樂觀有沒有 他可以就是一件事情 他可以用不同的層面去看他 可是身邊的朋友是如何看到他們一路走來的呢 我們見到VCR 其實對他們這樣的付出很心疼 其實對他們這樣的付出很心疼 他們永遠都是在為別人做 自己很累的他們也不敢講 就是永遠看到他們一直在付出 付出無所得 然後希望說他們 菩薩能保佑他們 讓他們一路走下來 不管說未來怎麼樣 他們都很順 建議這方面我們不敢有什麼建議 只是說他在走的時候我們默默地陪著 碰到什麼事情的時候我們默默地陪著他 至少讓他覺得說 身邊還有人 這樣就好了 期許呢 期許的話 哇 怎麼說 我們自己都做不到了 我們能期許他做什麼 我們更不敢啊 我是覺得他們應該 多少時間去放鬆一下 因為在這裡長期下來的壓力 真的很大 這是外界沒有辦法感受的 身邊的朋友啊 其實講到說他村長他們夫妻 對於說我們長青春的付出 每個都很感動 然後哽咽這樣子 其實一路走來 真的應該是 常盡人間冷暖 對不對 那種心理的感受 應該不能言喻 那好啦 黃大哥我們先好了 我們講一下說 那時候投入進來到現在 像你剛剛講說 它是畢竟是一個 實驗性的社區嘛 那這些老人家 有曾經做過什麼樣的事情 讓你印象最深刻的 譬如說好了 我記得 那時候我們長青春 要開始啟用的那一天 我們是沒有經費 去買一些花籃 或是花藝來佈置 對不對 我們這些花是從哪邊來 有個很曲折的故事 黃大哥再跟我們講一下 由村長來說 真的嗎 這個故事非常讓人驚訝 因為我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因為啟用不是一件 開心的事情嗎 但是喔 村長 你們做了什麼事情 自己說來給觀眾聽看看 因為要開幕嘛 總是要一些佈置啊 對啊 可是那時候 經費有限 沒有錢 你錢要花在生活上 你不能花在這個表面的 實際需要的 那開幕的時候總是要想啊 後來剛好碰到有商家 他們辦完三四 不是有很多花籃嗎 花 那他丟掉我們就覺得很可惜 我們就把他撿回來 可是花籃他來的時候是白色的 那就玩手 因為他是藝術家 他就跟我們講說 你怎麼把他彩繪啊 你那個斷帶好白色 把他彩繪成紅色的 混紅色的 那我們就發動一些義工朋友 買一些水彩 就趕快去改變 對 你不講我都忘記這件事 其實 這個構思是誰想出來 誰會想說把這個 隔壁也有辦商事 然後把他花來拿來 把他漆成紅色 就可以當作開幕用 一般台灣人不是有機會嗎 王大哥 其實基本上 基本上花本身沒有罪 花本身是花 他沒有罪 只是你把它使用的空間不同 然後你就賦予他一個價值存在 那當時我們其實在做長青春這件事情的時候 也因為是完全沒有 那沒有 事實上 事實上 他本來就有一個 跳脫原來既有的那個價值的概念 對 所以那個當他花來到長青春的時候 他就變成花是開幕的花 而不是再是上家的花 那我們又要符合世俗 就是說白色的這個袋子 看起來好像還是商事的 畢竟那個 那再去買斷袋又很貴 對 有繼承的顏料嘛 對 就直接把他塗紅色的就好啦 那當時你們就跟那個商家要的時候 然後他們有詢問你的用途嗎 沒有 因為商家不會管 他不會管這個事情啊 他們就出病了嘛 就隊伍就去火葬 就一站現場很多的花 我想到處都可以看到 那我們就去 我們去收他們很高興 因為幫他們解決的 幫他們處理 師父的問題 他們夫妻真的太豁達了有沒有 像我們可能會覺得怪怪 但是他們覺得沒有關係 花是沒有醉的對不對 對 所以還是可以利用嘛 那因為像我們的王大哥是陶藝家 所以你好像有教一些老人做陶藝品嘛 那老人家一開始接受度怎麼樣 因為他們畢竟沒有做過啊 其實一直在跟他們一起做陶的時候 我才發現我們污染太深了 我們被污染太深了 怎麼說呢 這些老人家不是應該他們的 譬如說相關的訓練的污染啊 相關知識的污染啊 相關的這個所謂的經驗的污染 對 藝術創作其實如果以它本質來講 是最純潔 最自然的 對 那長期下來我們 我們到底為了什麼創作 跟我們創作的作品 為什麼沒辦法回到自然 這件事情忘了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三歲你在想什麼 想哪裡有餅乾糖果 然後可以去哪裡玩 兩歲你在想什麼 兩歲 糟糕了 我已經離那個兩歲的時代太遠了 所以我當第一次看到他們在做作品的時候 對 才讓我做了一個很深的這個 這個反思跟檢討 原來我也把我最本性的那個部分忘掉了 譬如說我在做一件作品的時候 我去考慮它的結構線 考慮它的這個什麼黃金比率等等等等 或是市場接受度 對 或者是 當然這是我最不願意去思考的 但是又不得不的市場接受度 那他們都很自然的就想 就直接把他們一些感觸 一些想法就做出來了 譬如說我記得他們做一隻牛 對 它是做趴著的 牛是趴著的 對 一般我們牛不是都會讓它站起來嗎 因為它 我就問它 我說那你牛為什麼不做站起來 它說我不會做啊 很簡單 所以我把它想得太複雜化了 對 非常簡單 那他就讓它做趴著嘛 對 那牛又趴著的時候啊 也是有 對啊 譬如說他做了一個抽象的東西 我就問他 我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個阿嬤就回答我一句話 她說我就想這樣做啊 很複雜的想法 對 讓我覺得原來我把這個部分忘掉 所以反而是我在跟他們學習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他們在玩土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個我意想不到的就是說 他也在運動手 對 而且活化他的腦袋對不對 運動手 對 那我們也幫他辦了一些展覽 那有些老人家本來不做的 不好意思 不是 榮譽欣 榮譽欣 別人做的東西可以去 因為去人家窩囊啊 但是我還是一個原則 我們不勉強 對 我們不勉強 讓他們做的開心 我們不去特別說 你一定要來做 或者是說 你做了一定要怎樣 因為我經常在講就是說 曹英中很多人到曹英中去參觀 他會有一些想法 你應該整理這裡 應該整理這裡 我後來我都跟他們開玩笑講說 長青春是生活的地方 他不是參觀的地方 我就不相信生活在 你家裡的生活的環境 會比長青春有些地方更乾淨 對啊 而且是老人家習慣這樣子的生活環境了 對 所以這個其實才是 長青春比較重要的 對 就是本質跟互助的那一塊 對 而且他們非常有去除 讓老人家說 第一次動手做陶藝 做一些手工藝品之外 我們還辦了一次婚禮 是不是 對 怎麼會有這樣的構思 因為年紀大了 通常會想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所以要怎麼說服這些老人家 來參與這個婚禮的活動啊 其實婚禮的起源是 因為我自己有一次 突然想說 我們倆結婚很久 我說我們再去拍一次婚照好不好 我們以前的婚照很俗 很爽的 他就跟我講 不要啦 很無聊 那都是女孩子的 女人的想像 男生比較務實一點 對 可是有這樣的想法 我發現周遭很多 對 同年紀的人都有這樣的憧憬 女孩子 想再拍一次 對 那我想說我們可不可以再來辦一個婚禮 對 那再辦婚禮 剛好也 他知道我有這樣的想法 他其實他也放在心上 剛好有一個 企業他贊助社區經費 對 他就用這樣的構思寫了企劃案 然後拿到這筆經費 對 那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讓我們一些義工啊 我們的老人家啊 還有一些人可以來參與 所以我們就辦了一次超世紀婚禮 然後我們有幾個月 一定要原配 你不可以帶小三 那不行 對 一定要原配 對 那我們辦事那一次 其實有幾個 我覺得比較三個主要的意義是說 第一個重溫舊夢 對 就像我這個年紀 我也想說 當初為什麼要嫁給你 回憶當時那個甜蜜的感覺 已經忘記 因為被攝影師的生活已經都忘記了 然後兩夫妻就是吵架 可是我就一直想 當初我為什麼揮你不嫁 你為什麼揮我不娶 我希望我們是重溫舊夢 再來圓夢 比較早期一些老人家 他沒有穿過婚紗 他們那個年代沒有 那我們就圓這個夢 其實我不要說他們 我都很想再穿一支婚紗 以前的婚紗不好看 現在婚紗都很漂亮 圓夢 再來一個 以現在離婚率這麼高的社會 我們其實讓 就是詮釋婚姻的價值 對 那年輕人也被看到說 這些老人家們這樣相輔相成 自己走一輩子 走了一路走來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設定 婚齡不是年齡是婚齡 一年到六十年 我們要找六十對 當天來參加有四十六對 因為有一些人臨時有事 沒辦法參加 結果我們每年只能找一對 對 那湊到四十六對不簡單 那婚齡最久的 就是我們村子裡面兩對老人 有一對結婚六十年的 一對五十九年的 一家子 對 然後又有結婚三四十年 四五十年的 就這樣子 我覺得那次婚紗給我們 非常棒的回憶 包括參與婚禮的一些義工 志工 大家都留下很棒的記憶 那我們的老人家 我很幸運 就是我們找到一些婚紗的配合 找到造型公司的配合 完全遺物幫我們做 那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帶孫子四個阿嬤 要去穿婚紗的時候 工作人員打電話給我說 那個小姐說找不到阿嬤的尺寸 為什麼 身材都變形了 那個身材都已經變形了 因為那個現代人 為了要結婚的時候 都會就是刻意減肥 那個阿嬤的身材 當然有人講說 有人說現在有很多大肚子的婚紗 我說大肚子是肚子大 上面還是很小 上班身還是小 可是我們的阿嬤都是上班身 都整個身體是都變的 都大的 那我就一直拜託那小姐說 拜託啦 我們阿嬤都很想 包括一個 對 那個原住民阿嬤 我本來希望穿原住民服飾 他說不要 我要穿白色的那個 因為你穿過對不對 後來他們大概折騰了一天 總算幫他們找到他們可以穿 而且改了 你知道那個小姐跟我怎麼講 他說雖然我很辛苦忙了一天 可是我覺得我很值得 為什麼 他看到人家穿的婚紗的那個 喜悅滿足 他就覺得他值得了 除此我想那天很多人從這個一場婚禮 大家得到很多的啟示 跟那個我們有公婆來參加的 就是婆媳來參加的 也有母子來參加的 就很棒那一次的婚禮 所以是有點促進說 我們大家的情感 跟一些社會奴隸的觀念 其實這件事情 我覺得最大的意義是 有兩個部分 等一下我要先打算一下 那個王大哥 你那時候有重溫救夢的感覺嗎 很忙 那天很忙 那天忙關了 果真還是比較務實 所以還是沒有 其實有兩個意義 我覺得很有趣的 第一個就是說 讓我明白女生 不是女人 其實他已經變成女人了 歐巴上的還是一樣 他穿上婚紗 他還是女生 秀大大的 對 這是第一個 這個我感觸很深的 就像我們那個結婚 已經60歲的阿嬤 他一輩子沒有穿過婚紗 但是那天穿了婚紗 那個婚紗之後 他不像80歲的阿嬤 他像18歲 小女孩這樣 羞怯的感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我們想講的是說 因為我們選擇在7月11號 7-11 是24小時不打烊 婚姻不打烊 對很有道理 對 讓大家對婚姻重新尊重 對 因為現在結婚離婚太方便了 對 那太方便了 將來獨居無藝的老人會更多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提倡 來做預先的防範 所以不如說讓老年有新的體驗 可以讓他們說正式一些社會 譬如說像有什麼新六輪的一些 文理觀念是很重要的 另外呢 還可以圓子女的夢 因為子女通常正常來講是 是絕對來不及參加父母的婚禮 對啊 除非是特殊的 對 像這個他可以非常理所當然的 來參加父女 這個自己的爸媽的婚禮 然後你看天倫 有不同的感受 倫理 那次真的 婚禮辦完好幾個人來 跟我都流眼淚 他覺得好感動 他自己結婚 結婚那時候都沒那麼感動 反正參加這樣的婚禮 因為你自己結婚的時候 自己都很忙 其實沒有辦法去感受 那時候的那個情緒 對沒有辦法 但是當這個時候 他就可以感受到 那個整個婚姻的過程 我們也跟地方結合 就是像跟 葡萄的民宿啊 那個飯店啊 因為我們把結婚整個流程都做完 所以那天有40幾部車子 里車在葡里街上 郵街 其實我們有另外一個延續 只是我們一直後來沒辦法做到 我們一直在想 如果每年的7月11號 都在辦婚禮的話 葡里街上都是穿著婚紗的話 對 哇 那這個葡里可能會變成國際都市 而且還變成一個特色 還順便替那個葡里的觀光都想好了 對 所以長期都不只是一個照護老人的 連整個大葡里地區 或是我們的日月坦雨池 這邊都可以兼顧得到對不對 其實我們葡里周遭環境都很美 很多人都會來這邊拍婚紗 他是可以推這樣 但是因為他的金會太多 所以我們就沒有能力再辦 不要政府當會一些配套的措施啦 好的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近段趕快要待會再回來 後來公眾跟我講 他有打電話到醫院去問 醫院說他有醫院掛號 有掛診 但是人沒有去 以現在社會 對價值扭曲的這一塊來看 面對這樣的事件 只能讓他低調 平復 冷處理 冷處理 冷處理